苹果发布Mac Studio 搭载M1 Ultra处理器定位工作站 数约12630元起 凤凰网科技讯 北京时间3月9日凌晨 苹果召开2022春季新品发布会 本次发布会依旧采用线上形式 除了支持5G的全新iPhone SE外 升级处理器规格的全新iPad Air 以及全新M系列芯片Mac产品 或将在本次发布会上登场 在发布M1 Ultra芯片后 首款搭载该芯片的电脑Mac Studio Mac Studio也在发布会上亮相 作为一款定位工作室的主机 其采用了Mac mini类似的方形设计 旅之同时发布的 还有苹果的新款显示器 CDO Thisway 在设计上 Mac Studio 7.7英寸见方 3.7英寸高 并在底部与背部配有圆形通风口 内置两个散热风扇用于散热 在拓展性方面 Mac Studio背面配有4个雷利斯接口 一个万兆网口 两个USB-A接口 一个HDMI接口 以及一个耳机接口 在机身前方则配有两个USB-C接口 并可升级至雷利斯接口 同时还有一个SD卡槽 在性能表现上 Mac Studio相比16核心Mac Pro CPU提升50% 以及3.4倍的支扑性能 其最高配有128G通用内存 以及最高800G内存带宽 支持18条8K Pro 4R视频剪辑 相比最快的Mac Pro 在视频剪辑上提升了80% 全新Mac Studio起售价1999美元 约合人民币12630人民币 M1 Ultra版本起售价3999美元 约合人民币25264 将于今日开启预售 3月18日正式开首